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按下小铃铛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中时观众跟粉丝 扫描QR Code订阅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看习近平在军方进行大清洗 中国军方七霸当中 已经连杀四个这种杀法使得外界担心 中国军事的稳定度 以及军方高层的斗争 到底会带来什么新一轮的变化 除了兵变跟政变的压力之外 习领导现在麻烦很多 另外一个核心的麻烦是在经济上面 但是华尔街日报追踪评论 中国的军事演训 这一回合环绕着台湾周边 主要一方面要演训实质的作战能力 另外一方面要演训的是模拟阻止美军 特别是美军现在也在模拟 而且战略上也要拉高威吓的力道 阻止中国发动军事热战 好 所有人都跟时间赛跑的同时 这个周末路透社有独家新闻 美国方面可能军售越南 其中几个重要的核心项目 包含F16 越南这一回合战队美国 除了经贸经济发大财之外 军事上也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且越南现在也在争取半导体跟晶片 半导体能然是这场战争当中 非常核心的一环 同时印度的时代也跟着来临 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核心 是这个美元 特别是美元走到高利时代之后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两年期公债殖利率都创下新高点 新高点时的公债大跌 然后美元指数飙高 美元指数一飙高之后呢 国际有两个货币是指标货币 首先是日币再度走贬境 接着是人民币7.3都很难守 而这个7.3如果守不住 后续可能带来新一轮的政治跟经济的压力 而这会有哪一些影响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是吴大乐老师 大家好 再是彭孝大哥 大家好 再是董立伍老师 大家好 再是王志胜 大家好 再是黄窗夏 大家好 习近平在军方进行的大清洗 使得外界担心 中国内部的军事稳定度 同时呢 习老大现在的政权压力 事实上内外交战 内部的政治跟经济的发展 是在恶化的 而外部国际间 对于中国的敌视跟围堵 也在拉高 创下刚刚看到的是 国际间的媒体追踪 习近平现在的政权 面对着内外交战的压力 可是他新一轮的清洗 这个目标指向的是中国军中七霸 目前已经连杀四个 中国军委会有七个人 扣掉习近平 这六个 那现在除了习近平 何卫东和苗华之外 都好像出事了 而这件事情 为什么引起特别关注 因为中国共产党 枪杆子出胜权 经济防定产民生什么 只有枪杆子 那是最核心的生死存亡之计 到目前为止呢 整个军中里面 大家观察的是 目前为止呢 从李尚福开始 李尚福八月底之后 没有再出来 然后大家在求福 求不到 不知道他下落是什么 慢慢传出来的是 李尚福呢 已经被调查了 而且招出了17个以上的 副部级以上的官员 所以继续扫描下去 而再扫描下去呢 就是张又霞 张又霞跟习近平是四交 他的爸爸当时是司令 习仲勋当时只是政委 那两个人 张又霞这个 这么亲近的人 也被清洗了 他张又霞呢 是9月8号就不见了 到目前为止 也没听说 没有任何的消息 然后呢 刘正丽是9月15号 一个军中政治的会议 他应该出席 没有出席 大家在观察 然后在20号的时候 突然有一些 大陆在外面的媒体人说 可能他会接替李尚福 但这消息 短短几小时之后 也没有了 所以刘正丽是不是也出事了 然后再过来是张声明 张声明是9月18号 传出来被带走调查 然后9月18号到现在为止 也都没有消息了 然后这里面呢 张声明又跟火箭军 又跟装备有关系 所以大家想说 是不是整个军委会 这要变成一个全面的大重组 然后整个事情过来之后 大家会看的是 习近平的外交军事 最核心的状况 从秦刚开始 秦刚不见之后 然后带动的是 牵动了火箭军 火箭军的李玉超 政委徐中坡 十个高官 他就一次的被洗掉了 所以连攻击的核心的第一线攻击部队就开始重组 然后再过来呢 是前国防部长魏丰和 现在也没有下落 然后11号的时候呢 又传出来连后勤军工产业都出事了 目前呢是大陆的一个媒体人叫做赵兰健 在X就是原来的推特里面 说有一个叫刘时泉的 是中国兵器集团的董事长 然后一个叫做陈国英的 是中国兵器集团的总经理 一个叫袁绝的人 是中国航太科工集团 还有个谭瑞松航空工业集团 这个整个是中国的兵工产业 军工产业的头目 也通通被抓光了 然后这样一个情况流入下去 大家都在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大清洗 会清洗到什么状况 他的军中真的稳得下来吗 然后面对这些状况 中国就像秦刚一样 没有人告诉你 他只是一个奇怪的理由 是美国人的爸爸 然后就把秦刚给弄掉 大家很怀疑 然后李尚福呢 现在解放军报 也出来定了一个调 这个他叫做物交损友 说李尚福是物交损友 然后针对这些将近的话 解放军报开始要求军方的人 要净化自己的社交圈 净化自己的生活圈 净化自己的朋友圈 手中的权力 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 你就很容易以权谋私 所以要求军中的高官将你们 开始要做四个字 物理隔绝 不要高估自己的定力 不该去 能够不要去参加的活动 你就不要去参加 能够不要去赴约的宴会 你就不要去吃这个饭 每个人都要物理隔绝 保持跟别人的任何连结 都把它给切断 然后到底这出了什么事 其实里面呢 当然核心的关键就是 上礼拜四的时候呢 日新亚洲的中策克二 对于北戴河会议 写出第二篇文章 讲到的就是邓小平 留下来政军的慈浩田 在那个整个所谓曾庆红元老 盯着习近平的时候 在旁边不发一言 紧盯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对于他要处理 他自己军中拔着上来的亲信 产生很大压力 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 习近平清理了这些人 那接下来 那就鱼石网破吧 所以现在会发现说 要鱼石网破 你慈浩田是邓小平留下来的 那邓小平还留下一个人 他一个人就叫做邓蒲方 邓蒲方呢 因为当年在文革的时候 从楼上被摔下来 重生残疾 那但是他也变成是一个文革里面 那些受难的太子党里面的代表性人物 三十多年来 他都是残疾人士的联合会的负责人 结果被换掉了 那被换掉之后 因为这是不是一种象征意义 连邓小平的人 我都会处理了 连邓小平的儿子 我也就一起来处理 然后换向一个人叫杨小杜 杨小杜是习近平在上海省委书记的时候 当时是上海市常委书记 和统担部部长 等于是习近平的亲信 然后后来跟过杨岐山 王岐山 所以就把杨小杜给拉过来 除了邓小平之外 另外一个呢 又被传出来 习近平那十年的总理李克强 他的大主管 叫做曾伟的人 目前是辽宁副省委书记 最近又传出来被抓了 所以是不是连资恩和胡锦涛 处理之交之后 连李克强最后的团派 都要进行一个新的大清洗 好那刑品一方面大清洗 军中大老虎 另外一方面 跟这个太子党对着干的同时 事实上是加大了文攻武 和特别是军事封锁台湾的演练 这使得花街日报 这个周末有最新的专栏分析跟评论 这里头的评论对于中国 特别是行平主政的这一个中国 事实上确实是有可能发动军事热战的 您姐刚刚看到的是国际间特别担心 中国近日对台的封锁跟演训 事实上其中一个战略目的 是要模拟阻止美军 这一个声援台湾 对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 近期对内部的这个工军高层 那进行大清洗那共军内部势必是风声鹤唳 那当然这也反映着这个习近平 在内外压力下 那感到非常不安 所以借由这个军援 这大规模的对外的军事动作 那当然企图在掩盖 不过对共军还在位的高层 他们看起来是人人都提着头干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消失被下滩 所以这一次的这一个对外的军事的大动作 我认为中间也包含这些共军在位 这些高层要刻意扩大演练给习近平看 表示说他们有认真在这一个 这一个练兵备战 那也用这样来表达他们的忠诚 那这个华尔街日报 那近期就观察说 这共机9月17号 居然出动高达103架 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在台湾海周边 那对台湾进行这威胁跟骚扰 中间还出动了 多达3架运流20的加油机 当然在延长 那相同的出动的这个歼16战机 那这些部分 那华尔街日报它的解读 他认为说这一次比较异常的 如同我们先前讲 他这一次的军事动作 并没有对外宣布正式的军演 那他华尔街日报认为说 过去中国这些军事到中国一向是配合政治宣传 那但是这一次去 居然反而没有出声 那他认为说 这恐怕确实是真的在演练 那对台湾进行所谓的包围 那同时也在阻止美军援台 不过这样的一个动作 当然美国也有相关的分析师认为说 共军目前看起来这些动作是企图 当然要加大提升包围台湾的能力 但是真正要对付 以美军的实力来讲 加上台湾有先进的这个防空系统 那恐怕未来共军还需要更多的演练 因为真的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包围台湾 还有很长的路走 那换句话说 就是说外国的分析师也认为说 以共机目前的实力来讲 要用从空中海上直接来封锁包围台湾 现在恐怕还是办不到 那台湾的国防部先前上个星期 也证实说最近共军的这些动作 相对来说确实是有异常 那所以主动发布包含 除了共机空中的共机海上的共箭之外 对岸福建省大城湾 也在进行像这两期的联合演习 那甚至那点出了 中共的陆军的这个援火 可能是援火营或者是 这一个火箭军的动态 那这个动作当然我们的解读是认为说 国防部这样的一个 不是说首度揭示 主要目的是在进行所谓的情报威则 就告诉对岸说我们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也不要想用这样的方式 企图要突袭台湾 那这个动作其实也是类似美军过去 一向把共军的动态对外这个曝光 那让他相关的企图 那无法达成 不过这一个这个对岸的 在大城湾这个地方的演习 这两天看起来应该是战兮 因为到礼拜天早上还有 不过这两天 包含今天共机的架次 是已经这一个下滑显示 这一波共军对外的动作 应该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那当然这国防部长邱国正 上周在这个立法院还被问到说 山东舰这次是不是出海的这一个演讯 也这个显示有些异常 那这个邱国正引述军方的情知说 这次他们研判山东舰 整个航母舰队应该主要是在担任 假想敌 那配合从东部战区 那从宫谷海峡进入 这一个北西太平洋台湾的东侧 那当时汇集有大概20艘的军舰 那这个南部战区则在演练防卫作战 不过这个部分 其实我个人是认为有值得观察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 山东舰为什么要担任假想敌 其实我们观察过去共机 其实我们在节目上也分析过 就是说大规模出海 特别在巴士海峡 这一个地方的举动 很多次都是针对美军的航母打击群 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那美军只要有航母舰队进出南海 就会有类似的大规模的军机出动 换句话说实际上 他有实际的敌情可以练兵 何须要动用到山东舰来担任假想敌 因为我们讲到山东舰过去 上一次今年四月 这个初岛链演训达20天 这次如果扣掉在南海的活动 那这一次只有初岛链5天 而且起降次数只有60次 没有像上次有多达620次 所以这一次山东舰 为什么要担任 这一个所谓的假想敌 那我个人的解读 难不成他就是在掩念所谓的防卫作战 讲白了就是是不是 这个习近平担心 中国有可能在这个内部动荡的 这个时间点 那美军也对中国 出手 那这个部分当然也是要演给老美看 不过认为这一场 由山东舰担任假想敌 那配合空中 共击103架 连日来的这些军演 最主要我认为 还是对内解放军要演给习近平看 那对习近平表示忠诚 表示他们有在练兵备战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习近平在军系军头进行大清洗的同时呢 美国方面强烈的反中鹰派 仍然在加大力道备战 董老师刚刚看到的是 美国方面在追踪华尔街日报追踪报导 中国在台湾的这个索台的军事演练 其中一个战略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阻止美军 这个支援台湾 可是另外一方面 习近平不断的清洗军老虎跟红二代 这使得外界担心 中国内部的军方权力 跟政治的权力并不稳定 是的 白邦瑞的讲法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他是认为说刚刚发生的 中共不是有103架的军机跑来骚扰台湾吗 他认为这个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是为了就是说向台湾散发这个政治讯息 就以前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官方的关系 有所提升的时候 中共就不爽 就派出大量的军机骚扰 可是这次不是 所以说白邦瑞认为这一次是军事 为了武统台湾做准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其实我比较讶异的 是白邦瑞他讲得很明 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说这个美国有一个主流的看法 以华尔街日报为主 就是认为说国民党是亲中的 民进党是亲美的 那么2024年台湾的总统选举会牵动到未来的这个中美关系 会牵动到未来的这个台湾的走向 我惊讶的是白邦瑞他直接明白了点名侯友谊 如果他当选这个总统的话 那么中国要统一台湾就不是问题了 好这个是白邦瑞的说法 那我觉得你另外一方面 你回来看习近平最近在干什么 习近平他在演一个荒谬剧 一方面他是大规模的军事骚扰台湾 另外一方面习近平大规模的清洗整数 军二代跟红二代 这次竟然动到了这个邓小平的这个大儿子 邓朴方竟然动到他 邓朴方是这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主席 他干过主席跟荣誉主席 这次改选习近平竟然派了一个人叫杨小杜 去接替这个这个邓朴方 邓朴方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三十五年了 从1988年到现在三十五年了 然后呢特别派了杨小杜 杨小杜是谁呢 他过去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中纪委第一副书记 重点是他不是残疾人 我们台湾已经不用残疾人这个术语了 我们台湾用的是身心障碍嘛 然后呢怎么会派一个不是残疾人 来接这个残疾协会 这个联合会 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回来再讲 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 刚刚有说过文革的时候 他被推下楼 所以说呢他双腿这个残废嘛 然后他就成立了这个残疾人的基金会 残疾人后来变成残疾人的联合会的主席 在八零年代的时候呢 邓朴方被昵称为太子爷 不过这个太子爷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从不干政 他没有干政的记录 还有他也不搞串联 他就守着他那个一方水田 好好的过他的日子 可别小看他那个水田 就是那个残疾人联合会 有他的地位的 就是他在中共的庆典里面 这个残疾人联合会的主席 是坐在第一排的 跟其他中共党跟国家的领导人 坐在第一排的 那个地位是非常崇高 他也是一个象征 所以呢过去三十年来 就是说江泽民执政的时候 胡锦涛执政的时候 不会去动他 不会去动他 就让他好好过他的生活 这一次习近平竟然去动他 那当然是有 看起来是两个理由 第一个当然是政治 五年前2017年 就是说这个第七届 这个残联会大会闭幕上 邓朴方有发表一个公开演讲 邓朴方发表的那个公开演讲 称他的爸爸小平同志 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那个是个大时代 所以呢发展中的问题 要用发展来解决 要咬紧牙关不退让 要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的路线 这一段话听起来 就像是在批评 这个习近平 你想要推翻邓小平路线 照道理说残疾人 这个联合会 你要讲的是 你的残疾人的工作 是怎样怎样 工作有什么成果 他完全不是讲这个 好这个就被习近平 当时五年前非常的恼怒 可是又不敢拿他怎么样 把他那个残疾人联合会的 那个网站封了 就大家看不到他这段讲话 再过来 2018年过一年 这个习近平不是修宪吗 这个拿掉他的这个任期制 但谱方的好朋友 那个人叫做樊立琴 这个人在北大贴 公开贴大字报 批评习近平搞个人崇拜 搞修宪 想要恢复帝制 当时北北京大学 不敢抓这个人 就是秦立凡 凡立琴 这个人不敢抓 再再过一样 两个月以后 2018年5月 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安邦集团的创办人 吴小辉被抓了 探刑18年 没收他的个人财产 105亿人民币 追缴他的公司的违法财产 752亿人民币 当时被认为说 习近平已经公开在打击了 这个邓小平家族 即便吴小辉 其实跟他的外孙女已经离婚了 可是不管 一样是被认为说 是一个政治象征 这一次 习近平拿掉邓朴方的 这个荣誉主席的名义 就是政治报复 这从政治来看 第二个 当然为了钱 这个残疾人联合会 1988年的时候 就开了一个公司 康华公司 赫赫有名 所以说习近平既然敢拿邓朴方来开刀 那么其他的红二代 军二代 习近平还有什么敢不开刀的 这个就是说 先这个政治上的一个讯号 已经出现了 所以说呢 这个康华公司呢 也是红二代最后的堡垒 我上次在那边讲过嘛 红二代军二代最后还有几个堡垒 包括邓朴方的康华公司 包括总政 这个凯利集团 总参 这个保利集团 现在看起来 要一个一个 习近平要一个一个动手 割韭菜了 所以以后 这个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所以说呢 中国任何事情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了 好那中国事实上还在大清洗的同时 中俄事实上进行核威胁 也引来美国的高度关注 明杰刚刚看到的是CNN的专题报道 对CNN其实刚刚谈到 虽然这个美中俄三国 在1996年就已经全面签署 这个所谓全面禁止核指示报的这个条约 不过目前从诸多的卫星影像看起来 那美中俄三国似乎都在悄悄的扩建 相关的核式的这个设施 那中间他访问到这个美国 这个詹姆斯·马丁 这个禁止核武扩散中心的专家 谈到说 从一些美中俄三国的卫星影像来判断 中间包含像俄罗斯 可以明显的看到 在北冰洋 有一个叫新地群岛 这个地方的核式厂 那从2021年到2023年 似乎在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扩建 那甚至哦 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没有停止 那很特别是今年 俄国国防部长邵伊古 还8月时候直接到这里来进行视察 那这一个美方的专家认为说 这个俄军是不是要进行所谓的核式哦 一直在持续进行所谓的准备的状态 那主要的目的 当然可能也是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私利有关哦 因为非常担心这个美国跟北约 介入乌克兰的战争 所以也对外特别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说 这个俄罗斯有所谓的核武 特别是核式报的这样的准备 主要目的就是要嚇阻美国跟北约 介入乌克兰的这一个战事 那另外中国的部分哦 其实陆陆续续这几年都有外媒报导 那中国在新疆的这个罗布博 这一个地方的核式厂 其实陆续在增肩 所谓的这个核式所需的这个隧道 那地下隧道 原本第五条 现在发现可能有第六条隧道 慢慢的一个出现 那甚至周边还有所谓的这个储房 储存弹药的设施 资源中心也全面在扩增哦 那当然谈到说连美国自己 其实也遭到外界的质疑 就是说其实在2012年 本来就被发现在内华达州 有这个新建一个叫做ULA 雅铃界核式的核式报的这一个测试场 那这个雅铃界核式报的测试场 其实过去我们观察 也有外媒谈到说 拜登政府上来之后 2021年 其实在6月跟9月也一年内两次进行 所谓雅铃界的核式哦 那雅铃界核式跟传统的核式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简单谈一下 就是说它是用比较少的核武的原料 包含像布货浓缩油 那进行所谓的测试 这样的冲击测试 可能是用高爆的这个弹药来进行冲击 但是它不到 这个核爆真正的灵界反应 所以不会造成大规模的 这样的引爆的一个状况 被外界发现 那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有限的测试 就可以获得核武的有效性哦 那这个部分美国为什么会进行 主要是在于说美军的核武库 不断的在更新 那不管是过去传统上 B-52在轰炸机挂载的 HM-86这种旧型的空射巡运飞弹 上面带核弹头的 现在未来要更新成LRSO上面 要必须配备新型的核弹头 那另外它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ICBM 基本上上面未来也会配更新的 W-93的核弹头 那都是必须透过这些 所谓雅铃界测试来获得数据 那这个部分为什么中国也在加紧进行 主要是说美俄过去其实 核氏的这个次数都上 达上百到千次之多 那通过这个核氏报 可以获得核武的相关精确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的资料库如果够完整 其实接下来它就可以不进行核氏 那直接用电脑模拟的方式来确认 核武的这一个可靠性跟有效性 那不过我们看到 这个中国过去因为核武发展的比较晚 所以它到现在只有在1960到80年代 陆陆续续大概进行了45次测试 换句话说它核武的资料库 其实明显不足 所以纵然它的核弹头会增加 但是核武的性能 其实恐怕会不如它的预期 那当然这也跟最近 为什么习近平大规模清洗火箭军 我认为也有相对的关系 因为火箭军主掌 掌控的就是中国的核武 而这些核武就是习近平最后的保命符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习近平追杀中共的军中军老虎的同时 美国给了越南超级军售案 那这里头当然跟越南战队美国有关 至少越南事实上对于南海中国的恶霸 是很反弹的 而追回合的美月结盟 事实上也是非常鲜明的战队 是没有错 其实这个路透社的消息 是非常让人震撼的 因为他传出来说 在拜登9月10号11号两天反问越南 前面提升了每月之间的 这个所谓全面战队的伙伴关系 内容我们以为只有经济 没想到看到路透社的报道出来 每月正在密切的协商 明年美国要卖给越南一批F16 这是非常非常让人震惊的消息 你要知道 这等于是每月从1975年越战结束之后 最大最大的一个突破跟转折 也代表着越南决定站队美国这边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越南即便到现在为止 80%的武器都来自俄罗斯的提供 那这次在武器上面 如果有这样的重大转折之后 几乎可以预见 越南他也想要摆脱俄罗斯的武器的依赖 因为事实上俄乌战争之后 这个俄罗斯根本自顾不暇 没有武器可以给越南 那对美国来讲 让这个越南跟美国之间的武器更连结 之后一方面摆脱了俄罗斯的重要性 二方面也让美越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战略关系更为的紧密 这单纯从武器上面来讲 可是更重要是从战略上面来讲 怎么说呢 其实你会看到说 这边美国讲说为什么要提供相关的这个武器来提供给越南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 希望这个强化越南的海上防卫力量 然后监督越南海上领土 这句话就你想想看 越南的海上领土跟谁相关 跟谁争风相对 这几年来南海问题 不就是中越之间最核心最大的争议问题吗 所以美国此举提供F16 等于是每月之间的紧密连结 告诉中国说 每月之间在南海问题是站在一起的 是要对你中国进行抗衡的 那大家试想 在南海上面 美国跟菲律宾今年以来 在战略关系 在军事合作上面突飞猛进 现在在这边又有跟越南之间的密切合作 在这个卖出他F16 那等于是中国在南海议题 完全被包围起来 这边越南 这边菲律宾 上面还有台湾啊 那你等于中国在南海问题 越南是不是寸步难行 往往陷入美军的天罗地网当中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美国决定要 这个呃 售出F16给越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 这个在南海地区 重战略上的转折 可是我们来看 不只是军事而已 事实上在这一次的 这个拜登访问越南当中的 所谓的全面战略有办关系当中 还有经济的部分 那我们也看到 这一次包括了微软 包括了波音 包括了这个辉达 等等重要的美国企业 都跟着拜登 到越南去访问 那同时也针对半导体 针对AI人工智慧 甚至刚刚讲 针对航空领域 都达成了相关 未来的合作协议 我们就装波音啊 据称就准备卖出 未来这几年准备 这个卖出75亿美金的订单 这大订单啊 所以你看到每月之间的关系 经济关系是越来越紧密的 可是这个经济关系的紧密 其实北京也是串的蛋 不只是军事战略上 F16让这个中国跳脚 事实上在经济上面 对中国的打击也很大 这个打击不是在于说 每月关系的紧密之后 边缘化中国的这个企业 而是这几年 从2018年开始 这个美中贸易战开始 中国很多大企业 为了要规避美国的关税 纷纷跑到越南射船 设厂希望通过洗产地的方式 来达到这个规避关税的效果 问题是你现在每月的全面的 经贸关系的开展之后 美国近来势必会对于这些企业 有更多的监管 来看看是不是你中国企业 进来洗产地了 那等于是把中国的企业 本来想要透过越南 洗产地避关税的做法 更倒推一把回去 让中国这些企业 恐怕更难以在越南生存 更难以逃过这个美国 在关税上面的制裁 所以这一次的拜登到越南 这一次的这个全面战略 企业的提升 看起来在军事上面 在经济上面都给中国贸大的打击 那中国怎么反应 其实可以大家想想 中国反应大家可能似曾相识 这个礼拜来 应该讲说9月中旬到现在为止 中国对越南做的反应是 停止以防疫检疫的名义 停止这个越南的火龙火 停止越南的榴莲 停止越南的这个相关的龙虾 说你们这些都有防疫检疫的问题 停止出口 是不是跟台湾似曾相似 跟澳洲也一样 澳洲有这个龙虾 也是禁止卖中国 红酒龙虾等等 那看起来 可是这些手段 真的能够阻止越南靠向美国吗 看起来只是进一步 把越南更快的 往美国的方向退过去 美国全方位不管是在科技 货币经济军事上面 施压中国的同时 中国也在极限施压台湾 那我请教彭校大哥 一方面华尔街日报 现在判断中国 这一个围台的演讯 主要的战略目标是希望 可以嚇阻或者 阻止美军援台 可是另外一方面距离选战 也只进入倒数110天 所以文攻武嚇 也可能冲击最后台湾的选举 是的 这一次中共对台湾的戒选 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路径 一个就刚才讲的文攻武嚇 那这是惯常使用的 那么现在他除了说 这个不断在军机或者军舰上面 增加数量以外 他还能怎么样 难道真动手吗 如果真动手的话 那么赖清德就真的是大获全胜 第二个就是他这一次呢 特别强调所谓ECFA的问题 所谓台湾的关税壁垒问题 而且这段时间不断的 一方面放话 二方面呢又跟国民党唱贺 那他一方面放话说 我将来要怎么样来针对台湾 因为蔡英文因为民进党政府 他拒绝九二共识 他挑起了这个两岸关系的恶化 所以才会引起这些问题 那么他就放话说 我要考虑要终止ECFA 哇这个事情大条啊 因为很多的学者就开始 共产党丢个球给国民党打 在这种状态之下 被夸大了那样的一个效果 事实上在脱中的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我们跟中国之间的贸易 会逐渐跟着我们台商走 台商到越南 我们跟越南的贸易就增加 台商到泰国 泰国的贸易增加 台商到印度 将来我们现在跟印度的贸易 已经在增加了 所以说这些只不过在转移而已 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他就要利用这个来恐吓 然后让国民党来接求来做 他说哎呀 为什么我要跟共产党要接触 要商讨 然后如何跟共产党 共同来解决两岸贸易问题 使得台湾避免这样一场浩劫 这就是介入台湾的险举 国共合作 国共联手 一个做球 一个打球 让民进党来承受两方面的压力 好我们稍后回来 吴老师 我的观察是经贸大战事实上也越打越凶 那这里头除了供应链 美国事实上主导整个全球的重组 跟板块的重组之外 另外一场大战是货币大战 那指标的几个发展 首先第一个是美元指数再度走高 紧接着是美国拉高了这个基准利率之后呢 两年期公债殖利率跟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都创下十多年新高 这使得公债下跌 然后全球资金通通回到美国 可是呢非美的货币都饱受相当大的压力 是确实 其实美元指数 在这段时间有比较大幅度的上升 我个人的判断 其实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缩表 缩表现在大概是有一兆美元的规模 那缩表它是怎么做呢 它是联准会把那个联邦准备银行体系的债券把它卖出去 然后把货币回收 所以一方面市场上货币的数量当然就减少 美元减少之后 美元货币的供给当然是下降 那这个部分呢 它本身就会让那个美元逐渐升值 这是一个原因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美国的经济受到通膨 非常高度的通膨 还有比较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之下 如果美国的经济有下滑的话 那可能美国的货币政策就会转向 就变成是降息 或者是要开始又要开始QE 那但是呢 市场上对美国的这个利率政策 或者他货币政策的这个预期啊 就是在上个礼拜联准会的会议里面 他释出了那个就是跟大家原先预期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那最主要呢 他是在讲说 虽然在9月份 他并没有继续升息 他是停止升息 但是呢 他把那个我们就今年最后的这个利率的预测 把它调到5.6 对 那5.6呢 比现在5.25到5.5还要高 对 那表示在年底之前 他还有升息一次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个是明年2024年 2024年 那个原来 在上一次的会议记录里面 他们的预期是2024年的利率 平均利率水准会是在4.6 但是呢 这一次的会议上调到5.1 那5.1 他其实是告诉我们 明年呢 联准会最多降息两次 那如果联准会不降息 那货币政策还是维持 比较紧缩的情况 那当然美元 他的货币供给就会减少 那另外就是 刚才提到的这个缩表 这个部分 因为缩表 他是把债券释放出来 把货币回收 所以呢 因为债券释放出来 所以在市场上 债券的供给 就是非常的大 那他当然就会把债券的价格压下去 那债券的价格压下去呢 他跟 他跟那个殖利率是乘反比 所以殖利率 当然就会升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准 好 那我们看到两年债跟十年债 他就来到一个新高大 然后债券的价格就来到相对的新低大 那事实上过去 这个去年这个时间点 我们也讨论了 台湾有很多金控公司 他们吃了一个亏 就是他们以前海外的很多部位 不知道买什么 就拼命买美国公债 结果债券的价格就跌了 我现在观察十年的债跟两年的债 这一波能然是创波段新低 所以这个假设我们再回头讲 直接联动台湾的金控或者产售险的公债 海外美国公债部位 那我们观察两年债的殖利率 跟十年债的殖利率都拉到新高点之后 两年债的公债价格跟十年债都来到新低点 然后去年这个时间点 我们也估算过台湾的金控跟产售险 他们的债券部位 有一个比较大的叠价损失 现在看起来今年这个状况又发生了 而且账上的叠价损失的压力又更大了 确实因为那个在过去 因为那个基本上美国 它的利率是很稳定的 它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所以债券的殖利率 或者是债券的价格 它是稳定的 在过去公债 确实是一个稳定的资产 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 那就是美国强力省喜的结果 就导致公债的价格大幅下跌 所以你持有公债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潜在的亏损在那边 那当然对对金控体系来讲 它如果没有变现 那影响就不是那么大 但是呢 它如果 它譬如说 它现在有现金的需求很大 它必须把公债卖出去 那这个亏损就会实现 所以其实不只是台湾 全球主要的一些金融机构 都有这样的问题 好那老师另外一个压力是 美元指数走高之后 全球主要的兑换的非美货币 都有贬值的压力 那指标的台币 事实上这几天都在32.1块钱 在震荡 然后人民币现在 这个7.3的压力也很大 然后日元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点148点多 所以它显然又要回撤 它前一波150的整数关卡的压力 所以亚洲的相关的货币的资金外流 跟贬值压力也再起来 是 其实它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呢 它的这个强力升息 还有严重的通膨 它导致消费下降 那这个部分呢 就会影响到亚洲 这些以出口为主的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亚洲国家呢 都面临比较严重的出口衰退 那在出口衰退的情况之下 经济表现不好 那当然货币贬值的 这个压力就会变大 对好 那回头又来看 美国这回合的高利 维持多长的时间点 会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刚刚讲到债券市场首当其冲 再来货币市场跟外汇市场上面 非美的货币都有明显的贬值 跟资金外流的压力 然后美国事实上核心的压力 是在它的通膨 可是现在走到九月份 最近油价又走高 然后年底又可能是一个 相对的能源的压力的旺季 确实就是在这个部分 我想那个就是最主要 还是看全球升息循环 会进行到什么时候 但是因为美国自己本身的 这个经济还是蛮有韧性的 那只要经济不出问题 那美国维持高利率的时间 还是会延长 那这个呢 当然就会影响到 这个全球资金的动向 好那所谓核心的这个压力 还是要看CPI 是是是 确实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呢 CPI它是有点回升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 这个确实是一个蛮大的压力 好老师 所以美国的通膨压力 冲击了全球的资金压力 也冲击了全球的债券市场 是确实 其实那个美国的利率政策 它主要还是要考量到 这个通膨的影响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 跟去年通膨的高点 比较起来 现在CPI的那个年增率 是有降到 剩下百分之三点多 但是呢 我认为联总会 它真正关心的 其实还不只是一般的CPI 而是核心CPI 甚至有另外一个指标 叫核心PCE的物价指数 那这个呢 这两个指标 目前都还维持在四以上 那去年最高的时候 核心CPI是只有六点多 那现在降到四点多 其实它的降幅并不大 那另外在核心PCE的部分 去年最高的时候就五点多 现在降到四点多 降幅也是非常有限 所以如果核心CPI还有PC物价指数 没有办法降下来的话 那美国维持高利率的时间 还会再拉长 好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注视 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 Google社区 您观说说看 欢迎大家分享 订阅按下小铃铛 同时我本人 以及年代向前看的团队 要再度澄清 我们并没有在脸书 跟Line上面设立投资社群 那诈骗集团 盗用我本人 以及本节目相关的 影片画面跟照片 一概都是诈骗来着 希望网友粉丝不要被骗 唯一官方的个人 YouTube频道 您观众说说看 欢迎大家分享 订阅追踪按下小铃铛 好 谢谢大家 谢谢